好,那其实老年人尿失禁的原因很多 那从常我们常常看到一个男人老人75岁以上会有尿失禁 我们大概就会想,他一定是前列腺肥大了,去堵塞住了 这个是部分对,可是又部分不对 真正的呢,因为男人的前列腺肥大造成尿失禁可能不到三分之一 其他有三分之二的人可能都不是 那有哪些原因呢,可能是B尿肌活性过强 也就是说膀胱过动,他的膀胱老了之后会变成不稳定 经常脏尿的时候就会收缩,所以就偶尔就会有尿急失禁的情形 但是也有顾问的老人会真的只是B尿肌收缩力不足 也就是他不是过动哦,他是没力 所以每次小便的时候他可能就解一点点 或是用力解,解不干净 那尿脏起来的时候呢,压力过高,可能就会渗出来 这种尿失禁呢,是一种叫做满意性的尿失禁 那当然有些人呢,因为很多的神经性的病变 比如说老了之后会有巴金绅士症啊 会有小中风啊 甚至说有早期的阿兹海默老年痴呆症啊 这些都会造成一些膀胱的控制不好 也会产生神经性因的B尿肌活性过强 然后有尿失禁 那当然呢,很多人做过前列腺手术 小便是很顺畅的 可是呢,到了老了之后呢 哇,怎么会慢慢的出现尿失禁 这也是其中的原因,但是不多 那当然有些人可能是因为受伤 有可能是因为其他的疾病的因素 或是药物的关系 会导致呢,内阴性的扩约肌缺水 就是他的控制小便的这个肌肉 没有力量 没有办法把尿锁在膀胱里面 那当然有些人可能是暂时性尿失禁 这暂时性尿失禁呢,常常是药物的引起 或是一个疾病的关系造成的 那像这种前列腺肥大呢 病人就会有一个排尿上的困难 压力很高 然后呢,会阻塞 那这种尿失禁通常说尿急 会失禁,来不及 那这种如果是因为前列腺的因素 经过药物治疗,还是这样的话 那可能这个前列腺就要赶快处理掉 要不然这个含光越来越不好 以后纵使去处理了前列腺 尿失禁恐怕都没有办法很快的恢复 那有时候小小的前列腺也会哦 它也会造成阻塞 然后使得它排尿 除了困难之外呢 它还会出现急尿 贫尿,还有尿失禁的情形 好,这个避尿机活性过强 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膀胱过洞症 那过洞症是什么,大家听到过洞症 就想到过洞额 过洞额就像坐不住 在教室里面老师在讲课 他在下面跑来跑去 一下子坐一下子站 这个膀胀,这个膀胱也是一样 这个膀胱也是一样 没有几cc 50cc,100cc它就收缩 那收缩你就会咬咧,想要憋住 可是有时候就憋不住 它就跑出来 那当然有些人可能是神经的问题 也有些人是肌肉的问题 也有些人可能是尿到扣胃肌比较松 那还有一部分就是说 一个人老的话 当他开始出现这种避尿机活性过强 我们就要注意哦 是不是大脑的皮脂已经退化了 所以退化了对膀胱有尿没尿 他就没有办法感觉到 等到膀胱真的很脏的时候 他才知道说有尿来了,就尿下去 所以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很多 早期的老年痴呆症在家里就说 怎么会尿裤子 这不是,这是病 所以如果有这个问题 我就要加以解决 那还有一些人呢 是排尿的时候呢 他这肌肉放松不良 会造成阻塞 然后膀胱就会产生过洞 然后产生漏尿 那必所不全 在老年的妇女很常见 妇女尤其是在停经以后 生过很多孩子之后 那停经之后慢慢的到六七十岁之后 这个小便控制的这个肌肉 越来越松 所以这时候呢 除了说咳嗽会漏尿之外 有时候尿一挤 或是膀胱用力的时候 它就会漏出来 这种也是常见的尿湿劲的原因 那当然有些人膀胱敏感 也会在一点点小便的时候 就会让它产生 没有办法控制的这个收缩 来产生尿湿劲 好 所以如果有了尿湿劲 当然我们要经过医师检查 问题在什么地方 从什么地方去治疗 不能说大家尿湿劲都一样 有些人说尿湿劲说 阿嬷尿湿劲 然后阿公说 我上个礼拜拿那个药 医生说可以治疗尿湿劲 不然你吃看看 这样不好 因为我们不知道 它的原因是哪里 一定要确实的诊断 到底是什么问题 然后再来治疗 那现在口服的药物 治疗尿湿劲有很多种 通常的效果都很好 有一种抗胆碱的药物 那或者是叫做β 肾上腺素促进剂 还有一些抗忧郁的药物 抗发炎的药物 还有合并以上各种药物 有这么多种的药物呢 医师会根据你的需要 或是你的原因 来给你治疗 或者是合并各种药物治疗 如果药物治疗效果不好 我们都还有 肉毒杆菌素可以注射 那大家都知道 肉毒杆菌素注射膀胱 治疗膀胱过动症 不管是神经性的 或者是非神经性因 都很有帮助 它打到膀胱里面去呢 可以让膀胱 产生收缩的这些神经 传递物质呢 减少 所以呢 它就比较不会 让膀胱收缩 容量会增加 那膀胱的过动就会减少 通常呢 有七成的人打针之后呢 都可以得到很好的 症状的改善 那这是肉毒杆菌素 打在膀胱里面 不过是打这个针 它要从膀胱颈 所以呢 有时候需要做一点麻醉 不管是局部麻醉 或是全身麻醉 这是比较麻烦的地方 那以后我们的诊间改善好了之后 我们在这个地方也会设一个治疗室 到时候呢 就可以在这边打肉毒杆菌素 改善大家的尿失禁的问题 好 那另外呢 尿道阔跃剂缺损 就是 这个尿锁不住啦 这些呢 这些呢 如果说药物治疗没效 那我们也可以使用人工扩约菌 人工扩约菌对老年人 有时候还是很有效 那把它放在我们的尿道粥里面呢 可以产生一个压力 让尿不会露出来 等到想小便的时候 我们再把这个开关打开 然后用肚子的力量 或者自然的排尿把它排出来 那如果不要用到人工扩约菌呢 在男性呢 我们也有一种叫球晶状尿道下的吊带 这个就是像女生的尿失禁 放一个吊带一样 我们男生也可以放哦 放在那个地方 把这个尿道压着 那就比较不会露尿 那要解小便的时候呢 膀胱自己收缩 那就自己可以尿出来 那这样子效果也是不错 做完手术之后呢 原来松松的尿道就会变紧 那你起来走啦 跳啦 用力咳嗽啦 就不要不会露尿 但是呢 这个手术呢 也要经过详细的评估 不能弄得太紧 弄得太紧呢 解不出来 那就要倒尿 那就更麻烦了 好 那所以呢 我们的这个这样子的手术呢 我们固定尿道的阻力呢 它会不会造成阻塞 但是呢 我们抓一下那个 适当的压力 让病人他收缩 也可以把尿排出来 那平常咳嗽啦 就不会露尿 对于男性的尿路 这个漏尿是很有帮助 尤其是什么呢 那种经过射护腺手术之后 不管是射护腺癌手术 或是良性的射护腺肥大的手术 造成的尿失禁 经过药物治疗一年以上呢 我们都可以用这种治疗 来帮助他解决尿失禁的困扰 那另外呢 还有常见的就是神经性因的尿失禁 尤其是我们70岁以上的这个男人 不管是男人女人都一样 是不是有中枢神经 要多了旁胃又过洞 那当然就锁不住 一个晚上都会尿床 还有收缩力不足 尿不干净 这也会解不干净 那像这种情形 我们就要睡前要把他倒尿倒出来 还有尿道扣胃肌避所不全 就年纪老的时候 那一睡觉 那我们的尿道更松了 所以这时候更容易漏尿 还有一种很重要的就是 像家里如果有坐轮椅的人 我们常常讲说 千万不要 一早就把他请到轮椅上 然后到晚上再把他摆平 因为怎样呢 我们坐在轮椅上的时候 双脚朝下 身体的水分会积在下面 所以你在这个时候 中午一定要让他躺平 休息一下 让尿能够血液循缓回流 让尿能够产生 这样子晚上尿才不会太多 如果你从早上就把它 请到轮椅上 一直到晚上才让他躺平 这个回来的血液很多 尿就会很多 所以有些人晚上 哇一个晚上一个成人 子尿部都不够 这样子都会表示说 他晚上的尿量太多 这是我们可以用这些 平常这个姿势的调整 来改善的一个方法 好 所以今天呢很简单的 让大家认识老年人的尿失禁 的原因跟治疗 我们都会老 我们有一天都会老 所以有一天你老的时候想想看 郭医师以前告诉你什么 该看医生就去看医生 找到问题给适当的治疗 这样才能让我们老 过得健康跟快乐 我们磁细医院泌尿科呢 助你关心你的健康 希望大家能够准时 在我们的这个诊间 或是经由我们的 磁细 泌尿科的这个民众 卫教的讲座了 来观看我们的这个 网的脸书的这个现场直播 还有我们的一个 留下来的影片 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健康 感恩